很多客人疼她 同事也很疼她 甜品店的貓店長 身形圓潤也很合理 不過她也有一伙少女心 說她胖會生氣 她很不喜歡說她是非的 引申於小學中的貓蛇 令流浪貓有一個容身之所 見到學生的轉變 她會多了留意身邊有沒有浪浪的動物 尋找喵喵的故事 星期日晚九點 海TV77台 看給我 環境